去年5月台中新富发大楼 建案内起掉币杂道捷运轨道 列车撞上造成一死14伤的公安意外 现在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的判断 结果出炉了 新富发跟营造公司 要赔台中市府将近2.2亿 还要赔台中捷运公司至少1200多万 新富发对此表示 这个理赔对于他们公司的财务业务 是不会有重大影响 他们尊重仲裁的结果 新富发建设豪宅大楼工地 顶楼的塔吊吊壁坠落 砸到台中捷运轨道 行驶中的列车撞上造成一死14伤 为了加快理赔的审理速度 市府与捷运公司找上法务部管辖的 准司法民间仲裁机构 中华民国仲裁协会 来审理理赔的细节 新富发建设根据仲裁判断的结果 16号发布重序